据环球时报消息称 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 有来自印度政府内部的消息称 为了推广印度本土的导航系统 NavIC减少对于美国的GPS导航系统的依赖 印度官方正准备要求所有在印度售卖的手机 必须安装NavIC系统 但包括三星苹果等国际手机制造商 以及打入印度市场的小米 Oppo等中国手机制造商 都对此事发愁 因为这意味着额外的手机制造成本 从印度媒体的介绍来看 这个名叫NavIC的印度本土导航系统 是由印度的国家航天机构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研发出来的 系统是由巴克覆盖了 印度全境的卫星提供支持的 该导航系统是在2006年立项的 原计划是在2011年完成上线 但最终到了2018年才正式开始运作 由于目前使用范围有限 主要用在公共交通的定位 灾害预防等领域上 所以NavIC导航系统的知名度偏低 但莫迪政府很希望大大推广 这个印度本土的导航系统 以减少对美国的GPS导航系统 这种不受印度控制的外国科技的依赖 尤其是在印度的战略领域 于是手机就成为了末迪政府力推该系统的一个主要方向 不过虽然印度政府宣称自家的这个导航系统与GPS一样好用 但包括小米、OPPO、三星和苹果在内的手机制造商 却为要在手机里加装NavIC范畴 因为这将导致手机的制造成本上升 有印度媒体指出 问题主要出在芯片上 目前支持印度NavIC导航系统的芯片组很有限 而且芯片上的调整很可能意味着手机硬件设计也要跟着调整 最后虽然同样报道了此事的英国路透社 在一篇独家报道中宣称 印度政府给手机制造商们规定的加装NavIC系统的实现是2023年1月 但印度媒体称印度政府并没有确定具体的实现 还在与业内进行商议 有业内的消息还称 目前讨论的一个加装NavIC的实现是2025年1月